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才尽在运通 十年某一件双刃未成事 今日把社群谁有不平事 大家我叫小鹅钟离荣 欢迎收看最帅的化容点睛 今天咱们家全股价指数 再创短线上的新力之后 拉上来留了一个长下影线 那么成交金额的一个部分 只有742亿但是够了 未来的三天 基本上你们只要注意成交量的变化 它只要是在600亿以上 基本上多头有三天的时间去做反扑 可是指数的部分呢 Maybe可能不太容易大涨 可是个别股它的结构调整 它很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末端 而且是结束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你们是要找买点的 当然我讲这个东西 一定要高档有腾出一部分的现金 才能讲这种话 那基本上大家现在多半对于行情 有几个疑惑就是不敢要拌得多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520不知道我们的蔡总统要讲什么 然后包括今天你们看到的中国的一个施压 他说讲到说92共识是必考题 那个讲话的那个口气 谁会给谁考试 是老师给学生考试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现在对岸的态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硬 那在我看来啦 在我看来 因为我上个月 基本上我不知道你们 我应该多数的投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中国 我上个月去了一趟上海 那其实你如果说有去观察的话 其实现在中国它其实有一些政论节目 不管是电视或者是广播 它有一些政论节目 那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一个封闭式的国家 所以他不讨论他们 你去讨论习近平怎么样 你死定了 可是他讨论到哪里 他讨论到台湾来 所以如果你认真有去稍微看一下 对岸他做的一个政论性的节目 他为什么之所以可以讨论台湾 因为讨论台湾是OK的 没问题的 事实上台湾也才有讨论的空间 因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嘛 对不对 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他当然也会请一些政治的专家 他的那个立场是很鲜明的哦 他的立场是把民进党当成是邪魔歪道 然后国民党才是朋友 当然你们自己去体会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所以相对来讲 他如果是已经形述这样的一个迹象来讲的话 他当然在绿色全面执政的情况下 他当然针对他的底线 他会非常非常强硬 可是我们说到底啦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接下来要接手的新政府 他是打从心底 不认同所谓的一个中国跟台湾之间的经济交流 他会希望说我们从这个地方 咔不要了吗 不会啊 相对的现在很硬的中国大国 他也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台湾他有太多太多的技术的东西 他们都还是必须要这个持续嘛 所以在我看来 只是一些政治上面的手段啦 所以520之后 其实态度的部分 其实就会寻求一个共识 就是有一个共结 他这个地方还是会有协商管的 所以其实今天 其实你行情它的状况 它是在满满利空之下开出 外资净汇出 当然外资的部分 它要规避政治上的风险 这很合理 如果今天泰国 泰国常常在换政府嘛 假设军政府执政的时候 它的货币 或者是它什么都藏着 那种新兴事党的国家 它动荡不安 它外资一定先撤出 这个是OK的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那其实如果以台湾的人的角度来看呢 我在说好了 台湾尽情 台湾如果是真的完蛋的话 你报股票跟钞票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好 那再怎么严重 我相信蔡总统也不会讲出什么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那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以前没有人讲过吗 阿扁正古的时候讲过 那时候隔天 那时候指数在四千点 四千多点的时候 隔天的指数是跌五个percent 那五个percent那时候 跌停板幅度是七% 那所有的股票都跌停板 最后怎么样 最后没怎么样 最后涨上来了 所以我要跟你讲说 这个政治上的风险的部分 它是 它是 一个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因为好的股票 坏的股票 都拌嘛 当这个拌嘛 那当然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好的 只是当下你能不能去 有那个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否则每个人都 动不动都赚十倍二十倍 一定要有那个时机 我觉得这边就是这个时机 所以针对政治风险的部分 我个人的评估是 520之后就没有风险 520之后就没有风险 那这边 其实要买的一些股票 他敢这边表态的话 他其实也是有相当程度的意义 也许他达到地板了 所以 接近大股东的成本区 所以你们 我在看 盘面上有很多好玩的现象 就是说 有些个股去跌破现增价 那个现增价基本上都是 都是一般来讲 都是公司的 会去户的位置 为什么会跌破 那时候行情的状况 真的极度糟糕 那股票市场 我讲的 我讲白日 盛极额衰 脾极太来 那现在是盛极额衰 还是脾极太来 留给你去思考 当然一切都有证据 我只是把 目前盘面上的气氛 那你该做的事情 假设你今天有个几个亿 那就移民了 对不对 那如果像我们 我真的没办法在上海生活 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在 美国加拿大生活 我就爱台湾了 那我在台湾 如果台湾真的完蛋的话 我报股票跟钞票是一样的道理的情况下 我当然要报股票 因为股票有机会让我的财富在倍数翻 这个部分提供你去做参考 有些时候你把这个理性的思考的这一面 把它都拉出来 其实你会反而会知道说 我现在到底是在冲什么 我到底是在怕什么 有些时候 等唐吉上来的时候 你就会回过台湾 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怕 我觉得这个股票市场千变一律 先失去理性的会先成为输家 好 基本上我们这一波是跟你讲说 这一波ABC修正完 要补缺口 拿回来上去嘛 咱们不是这样子吗 买们做多 做多 一直做多 不是吧 那下来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耐心等待 敌动我才动 要下沙取量升主流 是说 我操作是这个样子 是说我要买 就要买同时间 我认为他有机会涨幅 是超过大盘 而且是超过大盘的 幅度是一倍两倍的 所以我要买是买最好的股票 主流股出来 所以我不是只要买说 今天买了 赚个两块三块 有些时候不得已 赚个两块三块卖掉 是因为看错 不是因为赚钱 是因为看错 因为我希望他可能 其实可以赚20% 30% 可是可能只能赚两块三块 讯号不对就卖掉 那么 后续上我跟你讲说 这是一个整理盘 所以你要等 散户最容易受伤的 就是在整理盘的过程 这段时间你看 然后你看下来了 下来了 我一直在跟你讲 大模型 然后一直到昨天 我跟你谈什么 这末叠的特色 就是下杀取量 然后强势的业绩股 开始补跌 那昨天的均量的部分 来我们拉近一点 这是一直 这是这波下杀以来 第一次哦 五日均量是754亿 然后十日均量是743亿 而且两个箭头是向上 那这个形象是在这一段时间啊 这一段时间上跌跌跌跌跌 从这里开始这样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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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发生过的 通通都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昨天我跟你讲说 我昨天解盘你要很认真听哦 好 那今天杀下来 不准啦 拉上去好像又对了 好 多方杀会有三天发球的时间 因为这个卖压其实不重 行情的卖压其实是并不重的 只是买盘太轻了 所以有人轻轻一卖 他因为什么因素 他必须要卖掉 就变成股票无量下跌 而那个不是差的股票 有的是很好的股票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要把它分清楚啦 好 那么这个结构的调整结束 有可能在这三天结束 也就是说 紫色的部分未必会马上上去 当然我跟你谈的这个大模型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认为后面还是会有这一段 可是这个要花三个月的时间去形成 就是五月的部分 他必须要先是盘整 六月上涨 然后七月喷出 这个东西我们以后再慢慢谈 因为我现在跟你说 你也拜托 股票不要拔就好了 对不对 不用看那么远 到时候我们慢慢再谈 好 五二零的政治风险 我认为它是财富从门配 我一开始我已经跟大家谈到这个重点 好 我们今天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成交量的变化 现在目前五日均量的部分是769亿 那么大于十日均量的722亿 那我昨天跟他谈过了 就是说因为十日均量的部分 他会慢慢扣底低值 然后五日均量会扣底高值 所以未来的一个行情 他有成交量维持600亿以上 600亿以上就好了 就可以涨了 好 个股就可以涨了 好 那我们从一个 比较中期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说 那股票是这样子 如果一直跌跌跌 大家没有信心 然后没信心 拉一根长龙出来之后 大家又变得有信心了 可是那个股票的本质都没有变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是太平盛市 就是指数它是上涨的 你的股票哇 掉下来 那个可能要小心 那可能是个别股自己的问题 好 就好像 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最近的国际股市 除了日本 日本是因为 就是那个扩大货币宽松的政策 它不如预期 所以日股跌得下来 可是其实你看韩股 你先想看陆股 先想看美股 他们其实是没有跌的 甚至有的还涨的 那只有台湾独独是下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有政治上的风险 但是我跟你讲 那个不是风险 那个真的不是风险 你们现在看起来很糟糕 对不对 520之后 我再问你这句话 你就清楚了 好 那目前台股中线的格局在哪里 在十年线附近 十年线位置现在是在7937点 好 我们就当它是7900好了 好 今天的最低的位置 人家来到8122点 差大概有200多点的距离而已 那200多点的距离 以8000点来好像是2% 不到3% 大概3%左右就来了 好 那上次来的时候 这边的时候我跟你讲要买什么你知道吗 你还记不记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因为这是1 2 3 4 5 6 7 8 9 9个月之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叫你们买不到19块3毛钱的中钢 然后20出头块的玉绒 然后当时候的联发科 这都是这个时候十年线出现的时候的买点 那如果来到这个地方 有些股票你就闭着眼睛买 因为它就是进入投资价值 好 这个是题外话 至少我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说低档的空间其实相当有限 如果来到那个位置 它其实会形成超跌 但我认为机会不高 我认为机会不高 如果出现那个超跌的买点出来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应变 这个才是重点 那这是你手上是有现金的状况 但我相信现在大家手上是有股票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所以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而已 而是要懂得把烂牌把它打好 那如果现在手上有股票的话 好 应该怎么做 在未来的行情里面 你可以不要说只是解套而已 而且可以获利 甚至于你爸爸好的股票 你拿到好牌要给他带 不要轻易被洗漱场 它其实都有技术分析的讯号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再讲 头痛 请用用分构 吹记贴 请用记贴 五分构 五分构 不好 各硬打头顾 风行操盘室 再创新高 感动四五八 通通四五八 从来没有全面试用 带三颗星 马上到零 02 2781 0909 2781 0909 钥小鹤老师 风行操盘室 有脸书哦 标普勤拿 新闻获迪 尽数实战 豪普报报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让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钥小鹤 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钥小鹤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钥小鹤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鹅排气密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基本上我昨天有跟你谈一支我手中的持股 那他早上跌停板 我讲过了 一个优秀的操盘手 知道说什么时候股票空投结束多投开始 而不是多投的股票做做做做变成空投 跑去躲起来 然后就当做网记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尤其是有一些个股 它其实是进入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你要反向去做思考 那这支股票昨天跌停嘛 这个我昨天跟你解读过嘛 安晴连续三季业绩称赞高档 第三季的接当未明朗 那现在第二季都还没有出来 就在讲第三季咧 对不对 那他讲第三季的接当未明朗 他主要是有几个理由 就是说第二季的营收 大概可以维持在13.7到14.1 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高峰 我现在很好耶 第二季也很好 可是第三季呢 因为EMS合作伙伴出奇事出的IPC订单不大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是新的产品 加上安晴自身大单已积极拉货 在二到三个季度的时间 所以反而不排除安晴第三季出的接单会稍缓 就是说我认为第三季的接单可能没有预期这么好 那他当然是真的IPC的部分 我讲过他讲的不能说错 但是他有一些东西没有跟你们讲 那昨天打到叠听板 那打到叠听板的时候 他挤出了近期比较大的成交量 1777张 那在昨天的一个成交量出来之前 他基本上成交量都是很小 五百多张三百多张 五百多张三百多张 其实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说 昨天这个杀下来的叠听板 他取出量的人 他就像盘叠末端下杀取量 就结束这个ABC的修正 那尤其是他伴随利口 你就要注意他的一个修正满足的位置 好 那昨天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底是谁去卖安晴的 对不对 好 那我给你看今天了 当然今天今天的安晴上来了 今天大概就不用多谈了 那昨天的一个成交量1700多张 好 投信的部分他卖超的张数 我们拉近一点 是465张 好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昨天主要卖压的来源 那卖400多张 大概500张 卖压很重吗 不会很重啊 可是对于现阶段的成交量量缩的情况下 只要有人急着要卖掉 因为我前一天 前一天的成交量总成交量张数也大概在500张而已 可是你一天就要卖400多张 那个股票怎么可能不会被你卖到跌停 那就是自己杀自己啊 这就是多杀多你知道吗 多杀多 好 那投信为什么会卖 并不是看不好 他不是看不好 投信其实有很多操作上的一些限制 那他卖的部分 那筹码是谁接走的 这个反而我是关心的重点啊 所以为什么今天才让他稍微放大一点点 他就留了一个长下引线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留一个长下引线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今天收盘的位置是69.3嘛 对不对 好 这是我昨天跟你们讲说 安晴打回0.38的位置 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个位置在哪里 在68.56嘛 换句话说我把它当成是一个中线的修正的空间的话 合理 它是蛮合理的 好因为现在目前是接手的买盘是比较弱嘛 所以我稍微有一些人要跳楼大拍卖的情况下 它股票就容易打到跌停 或者就打下来 那个价格短期间会失增 可是当整个行情它稍微质问 那个市况回来的时候 因为卖压很轻 所以有买盘轻轻点火 它就会上去了 好 这就是为什么说 昨天那个股票跌停板 这是因为最近有很多股票掉下来 其实你都要去分辨说 它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 它到底是要你应该去卖的位置吗 如果你在这两天去把它卖掉的话 涨上来 后面就算是大涨涨涨 跟你没有关系 跟你就没在带啊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 真正要去分析的东西 因为 那我们是看涨跌 谁不知道 我看它跌下来 那重点是它跌下去的时候 还会不会再上去嘛 那这个又跟基本没有关系 这个我这样讲嘛 今年现在目前法人预估的部分 因为公开的资讯的部分我就可以讲 没公开我就不讲 它预估大概今年可以赚六块 那如果达到达到就是七十块钱以下 你们去计算它的本益比是不到十二倍 不到十二倍哦 营收还在持续成长中 所以它为什么说涨时重视跌时重值 值出来的时候它股票不用谁去买啦 它自然就只跌了 它自然就要上去了 因为来到大股东有相对成本嘛 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嘛 好 技术分析的最高竞争就要能够看到未来 所以有些时候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要具备三颗星 当行情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有些股票 你要做它一个波段 那一个波段它maybe抓了获利 大概就是80%一倍 甚至1.5倍 甚至两倍 它都需要时间 那这段时间总是会有所谓的一个 市场上的一个关注因素 那因为非经济因素的下跌 或非基本面的一个下跌 筹码是没有凌断的情况下 其实是要站在买房 但是周期性 周期上面来讲 你绝对不是期待今天买的隔天要涨停板 因为它操作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那取决在什么 三颗星 所以说我现在讲很多的股票 你们可能都不能够认同 其实我也不期望谁认同 我只告诉你说 我只想证明一件事情说 怎么样去不疾不许的 去享受波段的活力 怎么样去超越市场 怎么样敌不动我不动 怎么样无我不动心 操作是修行 不是四个阿玛两个字 好 那么今天这支股票 你们会看到 它基本上是开始逆势往上涨 那么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破底了 那这个部分它还是维持一个高涨 那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都没有改变 这是148块半的一个位置 那昨天Fivebit公布了第一季的一个财报 那基本上是由于市场预期 当然它对第二季的部分会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那个很合理 因为进入了一个库存的一个调整时期 那我要告诉你说 OLED的部分其实在于未来的一个趋势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包括因为现在 现在大家来看说 iPhone 7会不会用OLED的一个面板 可是现在目前全球的一个OLED面板的一个产能最大 最大最大是南韩三星 那南韩三星它现在S7的部分 就是Galaxy S7的部分 它是用AMOLED的部分 那它的产能基本上就不够这一只手机用了你知道吗 那换句话说 iPhone的销售量是这么大的 那我现在想要用一个好的东西 可是那个好的东西没有办法支援给我 那表示什么 表示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一个产业它会进入一个扩厂的时期 所以这东西其实也反映在中国大陆的股票上面 你看哦 这个是今天刚刚的讯息 吴欧开盘的一个入股翻红OLED股走强 这个部分它就是很明显 什么新轮科技 中影电子 都是属于这个部分 那这个你看这个浦阳汇程 快速拉升 拉动OLED板块 它们所谓的板块就是类股的意思 就是族群的意思 就是板块的一个移动 那它代表什么 它这支间会有连动 那今天莱德的部分不是要减资吗 减资三成 它为什么要减资 除了要把净值拉回到五块附近 要让有融资券之外 不要忘记莱德旗下有一家转投资公司 叫做莱宝 它是PMOLED的部分 它下半年其实人家已经在布这个棋局了 它如果挂牌的时候 那么莱德的部分它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好 那么第三件事情是 当AMOLED 目前的产能是不复使用的情况下 那所有的穿戴式装置 它就朝PM前进 所以这个它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它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换句话说 股价涨都可以随市场修正 但是来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就会来到一个相对有资深的位置 就会怎么样都跌不太下去了 这一天是142块的波段低点 好 指数位置在这个地方 指数跌下来跌下来跌下来 连续跌一天两天三天 可是呢 它没有再破低点 为什么 要嘛就是没有人愿意卖它 要嘛就是有特定的人再去买它 所以波段操作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闭路蓝鱼的过程 它其实点滴在心头 你们常常说结果论 啊后来一支股票 踢一杯 踢杯什么 但中间的过程 那才是真正的关键跟专业 所以让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去证明 你可以不急不许的去享受波段获利 你可以超越市场享受操作乐趣 你可以拥有技术分析 成为真正的操板高手 你可以历经多空虚 也能够全身而退 昨天除了安晴之外 我还跟你谈到帽轮 对对帽轮是最后 诶 掉下来 我从技术面的角度跟你谈嘛 对不对 今天也没有跌啊 为什么 昨天为什么跌下来 跌下来我怎么跟你谈 然后今天为什么上去 这都是技术分析 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后面可以来验证 但是我觉得这是雕虫小技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怎么去跨过这个二分之一的障碍 怎么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当大家都在看 五二零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穿透这件事情 看到背后的东西 否则大家都看保证 今天看谁就没谁 大家都是郭台铭 大家都是王雪红 那不是 所以 让我们与你的现实交手 你将重新扩大梦想的版图 行动是最接近胜利的捷径 好来到这个地方 结构调整 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结束的尾声 接下来的一个动作 对很多人来讲 十分的一个关键 有些个股需要换的 有些个股需要买的 有些个股需要卖的 跟上脚步来 有三颗心的人 电话拨通 就对了 但是 龙城 飞匠在 不叫 五马 杜英山 散会真之声 化容点睛 感谢收看 欢迎你加入 电话拨通 财运 恒通 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浮荡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瑞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用五分出 吹记贴 请用吹记贴 无分之 无分之 好 贺运达投顾 风行操盘式 再创新高 感动四五发 通通四五发 从来没有全面试用 带三颗星 马上到零 02-2781-0909 2781-0909 吹小赫老师 风行操盘式 有脸书咯 标普勤拿 新闻破题 进出实战 淘术报报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让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式 运达投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吹小赫 此谷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吹小赫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吹小赫 02-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线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线电视 0809-096-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哦 北都拍拍 net 超值一位双小炮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线电视 平均月付